有一次有一個團體做一個問卷 就是記名的問卷 希望有一千個人來支持這家木廠的存在 誰知得到結果差不多一千五百 表示它全力支持這家木廠的存在 政府沒有接觸我 但是那些官方機構有接觸我 兼且很樂意為我們服務 暫時它都跟政府各個部門來探討 這家木廠有沒有保留 如果沒有可能保留 看看有沒有地方可以令它繼續經營 注重保育 可能對身邊的棄制 就減少一些 尤其是樹木的東西 本來是堆田區的 現在運用它 變成一個很好的 對社會的一種教育 那你堆田區的 希望它塵歸塵 土歸土還原 但是時間太長了 那不如找 和它屬於用第一方法 再延長這些木材的生命 繼續和人類服務就好 我亦不會對政府一種苛求的問題 最希望它能夠讓我們戒掉 它就可以了 在這裡 我會不會對政府 在這裡 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